各位好 我是老陆 前两天朋友来家里做客 自然是要为大家泡一壶好茶 有一位朋友呢 就拿出了一个非常精致的 景德镇的一件小瓷器把玩 这件把玩件呢 实际上按照这个 现在的这个茶界的说法呢 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 所说的这种茶宠 这茶宠是干什么的呢 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实用性 你比如说我们泡茶 首先离不开一个好的茶壶 可能会选用一些比较精致的材质 比如说银的铜的 那现在铁制的这种水壶呢 也非常的多见 有时候这个茶席的布置呢 可能会有一些非实用的作为点缀 这个茶席环境的这种小物件的出现 你比如说茶花啊 而这个茶宠呢 也是经常会出现在茶席当中的 这么一个小物件 这茶宠呢 有的是这个瓷做的 有的呢 是这个陶制的 你比如说在宜兴当地卖的这种 用当地的泥土啊 所制作出来的这些缠厨啊 金龟啊 等等这些小把玩器呢 一般来讲很少会去丹麦 比如说买了壶了啊 买了这个杯子了 哎 他附加的小礼品出现在这个广大顾客当中的 小茶宠呢 他既可以作为一种啊 茶席之间的摆设 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用性 他同样呢 还可以用来把玩 对广大这个爱喝茶的朋友来讲呢 娱乐的方式呢 实际上呢 就是像灵狐一样 哎 经常会用这个茶汤呢 在这个小茶宠的身上呢 淋一淋 那有些朋友可能就会很奇怪 说这个灵狐啊 可能还能理解 那比如说有些茶呢 灵狐也许啊 他对这个茶叶的这个滋味口感 会产生某种奇妙的影响 虽然啊 这样一种看法 现在已经被茶界的很多 比较激进的一些茶人呢 所否定 但是呢 作为一种饮茶的习俗 上百年延习下来的 这灵狐啊 也许仅仅就是一种游异 他不见得对这个提高茶的 这个滋味口感 能够带来某种真实的作用 因为茶宠呢 他离这个紫砂罐非常近 有时候就顺便在茶宠身上 也淋一淋 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 也会养出所谓的这个皮壳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古旧家具上 经常用的一个词 就是这个包浆 所以说这个茶宠呢 它有时候也不是一个纯板色 就是干巴巴的啊 坐在这个茶席的这个角落里 也会被热水光顾 那说到类似于这样的一种玩法呢 其实在这个遥远的唐代就已经出现 据记载呢 也就是在鲁宇的那个年代 跟他几乎是同时代的一个人 有一个叫这个李赵的这么一位 汉林学士 他曾经啊 写过一本书叫唐国石捕 就记载了一件事 李赵就说呢 拱献陶者多为词偶 好鹿宏健 买数十茶器得以宏健 世人孤名不利 折贯住之 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当时在这个唐朝 拱献的这个地方 有很多做这个陶瓷的 他们呢 都会做一种叫 鹿宏健的这种小词人 实际上在今天看来 它就是类似于茶宠 这种小摆件 这个拱献人做这个小词人 鹿宏健 干什么用呢 实际上他就是作为顾客 你比如说 他买了这个石件茶器以后的 这样的一个小奖品 小赠品 当时拱献周围的这些茶商当中呢 也有一种风俗 就是说 自己做这个买卖不顺的时候 他就会用这个开水 来浇这个小词人 这和我们今天人 用这个茶汤来淋这个茶宠 有一些出入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单纯用这个开水 来淋这个小词人 小茶宠 这一现象来看 和今天呢 真的毫无二致 这个洪健二字 恰恰就是鹿宇的字 据说呢 在这个唐代 用这个开水 林 小词人 鹿洪健 这样的一种风俗呢 后来 渐渐就演变成 对这个茶盛 鹿宇的一种祭祀 敬拜的方式 在中国呢 每一个行当 都有自己的这个祖师爷 你比如说木匠 奉这个鲁班为祖师爷 可以说这个五行八座 每一个行当呢 他都有自己 供奉的这个所谓的神 那也许呢 他们可能都是历史上曾经 出现过的真实的人物 我们今天所说到的 这位鹿洪健 唐代非常著名的 一位隐士 他在成为茶盛 鹿宇之前 也是一位真实存在过 也有着他非常鲜明的 作为人的 这种个性的特征 好 今天就先聊到这 再会